哈囉 要來介紹下禮拜的活動 下禮拜鋼之煉金術師就是最後一週的合作了 如果你還有什麼事情沒有做的話 那記得就是把握在最後一個禮拜的時間 那現在大總統地獄集會到下禮拜二晚上12點的時候才關閉 然後下禮拜二晚上的時候也會復刻的地獄集 就是來自伊修瓦爾的復仇 打的是斯卡這張卡片 那斯卡的關卡會從禮拜二復刻 然後開放到禮拜五晚上12點 然後會關閉 然後再來下禮拜有個全新的地獄集 父親大人 然後他是禮拜四就會推出 禮拜四晚上10點 然後會開放到合作的最後一天 就是禮拜天晚上12點這樣子 然後上禮拜有介紹到哥哥與弟弟動態造型的入手方式 大家都在問說 欸那羅伊馬斯坦古的動態造型到底到哪裡去了 對 他在下禮拜一的時候就會開放在行商要站裡面 可以用靈魂來去兌換 然後在下禮拜一的時候 虛擬世界黑鐵時代的體力又要減半了 也不算又要啦 因為前一陣子是七週年慶 因為你體力都只需要消耗七點 那現在的話就是一個真正的體力減半 然後再來下禮拜三 4月1號的時候 又會有兩個全新的關卡要來給玩家挑戰 第一個是超夢魘集 我要成為你的女友 然後這個關卡是你通關後還會再送你一管的體力回復藥劑 而且這個關卡只能夠一次通關 並且關卡當中不能以石頭進行復活 然後還有另一個關卡也是在4月1號的時候會開放 然後它是說神魔之塔最後一位角色 神秘角色悄悄降臨 然後這個關卡通關會獲得人命怪鳥一隻也是一次通關限定的 那這邊4月1號大家就再期待一下吧 那再來是日常的部分 第一個每日登陸送魔法時 下禮拜一到禮拜五登陸都會有一顆 一共會獲得五顆 那再來至聖的全員 下禮拜六禮拜日登陸的話 還會額外獲得一管的體力回復藥劑 那記得這是有時間限制的 同時登陸送好禮 一樣是禮拜六禮拜日 除了剛剛的體力回復藥劑之外 玩家們還可以拿到 魅果驚蹄 獨角仙君 以及伊斯洋駝 各一隻 那最後下禮拜又有體力滿滿了 一樣是兩個時段 禮拜一和禮拜二 跟禮拜三和禮拜四 那以上兩個時段使用魔法時回體的話 都會額外再獲得一管的體力回復藥劑喔 好 那麼下週的活動介紹就到這邊 也感謝大家今天的收看 真的要說的話 就是思卡 我認為一定要刷啦 他作為一個人類目前最高回復的卡 就有他的價值了 然後就先到這邊 感謝大家的收看 我們下部再見囉 掰掰